楚国的拮据 从清华楚检中可以找到例证 据楚居记载 建国之初 楚人好不容易建起一间祭祀大堂 却穷得拿不出祭品 只好跑到邻居若国偷了一头小牛 在晚上偷偷举行祭祀 偷牛之后因为是偷来的 这个事不是光明正大 不是自己拥有的 所以写的不光明正大的时候 他就现在在晚上来祭祀 那么从此以后 可能楚人就是说 一般的把祭祀定在晚上 楚人把祭祀祖先的仪式称为西 祭祀必定在夜间举行 这种传统与不光彩的偷牛行为之间 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 不得而知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和中原中国比起来 刚刚诞生的楚国 是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 是名副所在一条 是名副所在发展的 是名副所在吴祀宾 是名副所在这边的